西红柿鼠夫丑化国族,白斩鸡们终于憋不住陆队,影响战技就怪你,我不踢世界杯,江湖上仍然有我的热搜,这话用在国族身上才贴贴不过了。 今年的俄罗斯世界杯,我国球迷在被埃根廷队,克罗地亚队等球队牵动心弦之外,也是对国族进行了又一波的实力吐槽,白岩松在世界杯上一句,中国除了国族没去,其他都去了,也是将国族又一次抛到了尴尬的边缘。 国族自从2002年之后,就一蹶不振,像当年在世界杯球场上国族一身肌肉已经被如今的满身肥肉带气,国族也是被国人的看不起,搞得自暴自弃了。 台美也对国族发起了白斩击,同花顺的舆论进攻。 近期,一部喜剧片西红柿首富,又是直接扎了国族的心了,片中业余球员花费一千万,邀请草州恒大T6亿赛,也是将矛头直指国族,美女将遮山遮海味。 这是我们的国族过得舒适生活,电影的笔触确实大胆辛辣,但是也是赤罗多地抓到了国族的痛处,也难怪国族坐不住要回队,天天骂我们。 你心理上啊,这会影响我们比赛成绩,现在国内族姐可谓是一片混乱,迪斯来迪斯去已经成为日常,难道不该用实力来封住舆论的嘴吗?